108年克剛因為刪除文言文 引發北一女老師砲轟 肖美琴卻在社群分享 駐美代表經歷時 說自己因為外交部的電報很多 所以文言文進步了 網友大酸把公文提寫 當成文言文 真的會被笑死 國內108克剛爭議 延燒政府去中化去文言文 引爆反彈 但肖美琴分享駐美代表經歷時 意外這麼講 當駐美代表以後 我的文言文就進步了 因為外交部的電報 都是用文言文在寫的 這番言論網友全看傻眼 調侃的說拜託 公文提不是文言文好嗎 這是白話文 還說選副總統的 難道搞不懂公文提 有的甚至打算 台獨美國人不意外了 英文才是他的母語 他比較愛美國而已 不要怪他 畢竟人家的母語是英文 但問題是 如果連公文跟文言文 都傻傻分不清的話 台灣非常非常需要 好好的檢討 我們的教育跟課綱了 千萬不能讓我們的下一代 跟肖美琴一樣 公文提 文言文傻傻分不清 北英語老師通罵108世 無恥課綱 不只廉恥古文遭刪除 戰國時代 尋子勸學也被刪 諷刺的是 我們丟棄的文章 卻正式收入在日本高中教科術 今年東京大學入學 測驗其中還結選了 唐代史家 無精爭觀政要的篇章 日本高中更 測驗其中還結選了 唐代史家 無精爭觀政要的篇章 日本高中更收入不少 唐師宋慈與文言文 我們教改到底在幹什麼 民進黨要做的就是去中國化 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正在把台灣去道德化 是大協教授說的 我們的基礎科學 包括物理化學 維積分不斷的弱化 大協的教授講過吧 那個晚晚落後的成績的標準 但當初勇敢發言的北韻女老師 歐貴之卻遭綠營 側以瘋狂圍攻和抹紅 藍軍通罵綠色執政 真的是順我這艙 逆我這亡 108克剛在政壇投下深水炸彈 就怕有朝一日 孩子們的克剛成了民進黨的另類黨綱 記得張日銘 李建宇SNL組 台北報導